作为一条的视频创作者 这个九月 我接到贺莲娜绿宝评的邀请 一起继续走完一路轻回项目 听说这次要和两位 不同领域的创作者一起 自驾去拉萨 目的嘛 就是找回能量 但 旅行就一定能找回能量吗 你好 你好 安全带系 好的 好的 令 独立摄影师 雅 现代舞舞者 上车之后 我们很快就喊拉起来 作为视频骚画 流量KPI让我总是忍不住怀疑自己 这个我也有能量很低的时候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 在创作方案都挺消沉的 要去流量 然后令人不会对这些数字标准轻固 但他们的创作也会碰到没有自信的时候 不断地调整灯光角度参数 但我却总是找不到对的感觉 好像审美出了什么问题 你知道有些时候重复每一个动作 却跳不出新的动作 就像提线木偶一样刻板 有些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用不到来表达了 你记得今天让你停过一次车 我当时真的被那片山给震撼到了 炎绵的山峰 刚好那一刻雾气散去 呈现出了不同的层次 就好像是衣服水墨画 这一次真的给我太多惊喜了 在这里我可以静下来 感受树的质感 水的温度 你知道这些真实的触感 是在城市里很难感知到的 这些自然的景观特别的迷人 但是这里的太阳也比城市里的更独啊 它的紫白性很强 所以有些时候就会感觉 脸上会被晒得红红的 有一点就是稍微晒伤的感觉 那我还蛮推荐你们 拥有赫莲娜绿宝瓶的 它真的维稳地一绝 就是像到这种气候多变的地方 脸颊就很容易过敏泛红 想试一下 我也想试一下 你看 原来这个肤感特别好是不是 我感觉它蕴开就是特别清水 而且它就是 这一刻 我们突然决定停车 徒步 想要在满眼的绿色中 试着寻找那份创作能量 摄影让别人能看到我眼中的世界 但我已经太习惯去预设这一切了 像这次我们遇到的突发的大雨 山里的雾气 就自然一切都很随心 我发现这才是我应该去探索的世界 我一直觉得 心态舞是一场修行 对我而言 之前我被困在一种 怎么也跳不出来的状态里 那些城市里嘈杂干扰被抛开了 身体的觉知变得清晰 我就特别想在这里跳舞 终于 在漫长的旅途后 我们 里达拉萨 想象中的那片圣地 忽然一下子出现在眼前 画面本身的角树 就已经足够了 感觉找到了内心深处的瓶颈 越与自然相处 就越激发我对未来创作的渴望 这是我找寻很久的状态 虽然这次我最为一条的编辑 通常是在记录 观察 虽然这次我最为一条的编辑 我最为一条的编辑 我最为一条的编辑 但当我看到达和令的创作灵胆 渐渐回归 但当我看到达和令的创作灵胆 他们每个人都开始闪闪发光 我自己内心也有一股能量在积蓄 自己之后想要创作的方向 也变得更清晰 曾经被嘈杂的环境 情绪和压力所掩盖的新生 他们随着皮肤渐渐恢复稳定 一起回来 这是我们一路轻回的故事 希望也可以成为你们 续航 再次出发的勇气